这一句很幸运套用在罗亚美自身实在中肯 华航深陷走私烟案共犯结构 负责专机任务的罗亚美开闸大刀 却是到了他就轻轻放下 董事长本来就是要负完全的责任 华航董做谢世谦被留校查看 罗亚美则从资深副总转调董事长曼公事特助 心通躲在谢世谦的保护险下 而要说到罗亚美的贫富清云 大学读的是历史系硕士工读政治 从丘运人记要秘书已要进入华山空除 短短八年时间 外传因为蔡英文一句亲历的小美称呼 罗亚美宛如坐上太空梭 直达总公司资深副总 成千速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航空界俨然神话 这样的一个差别待遇当然会给 包括内部员工还有这个社会大众 很重的被剥夺感 所以说你如果不能够证明说 你真的是在能力上有过人之处 而只是凭关系到这个位置 又不务正业 做错事情又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大家怎么会觉得公平 根据华航内部员工透露 进入公司至少得熬两年才有升等机会 从最开始的七等来到协理 副总最后要爬到十周等的资深副总 没二十到二十五年怎么可能 再来看看同事资深副总的张扬 王红都是经历三十到四十年 经历的老华航人 也才在这几年间晋升 罗亚美的幸运开了外挂 在航空界来讲除非是官派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关系 否则待过十几年二十几年 还升不上去的老员工是大有人在 前有高薪实习生吴英宁 后有升级2.0版华航跳级生罗亚美 蔡政府版本的用人为财 不在乎资历多久 只看忠心与否 华丽际令人呈现 这朋友的李佩轩台报道